勇敢武士 居住在小镇的米兰达 心肠特别好 每天都会带一些食物 施舍给那些流浪动物 在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 米兰达拎着一个 盛满食物的袋子 紧只野猫 正围着它喵喵地叫着 好了 我知道你们饿了 马上就给你们开饭 说着 它从袋子里拿出东西 然后分给了那些猫咪 它们见后 立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时候 两位路人悠闲地从远处走来 哎呀 你这是在给这些流浪猫喂食吗 是啊 这些小家伙们很可怜 很少能吃到一顿饱饭 所以我就给它们送一些来吃 可是你这样做 会引来更多流浪动物的 这太危险了 哦 这些猫有什么危害呢 如果只引来猫倒也没什么 但如果你把一些野狗也招来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 哦 对呀 那边就有一只野狗 好凶啊 非常可怕的 可不是嘛 要不是它的腿有伤 我们今天非被它咬到不可 啊 你们说什么 有只受伤的狗 嗯 那只狗可凶了 活该 它腿受伤了 你们说的那只狗还在那里吗 是的 因为外伤所以跑不了 哎 可怜的家伙 我得去看看它才行 你说什么 你要去找那只恶犬 你疯了吗 它会咬你的 不会的 别担心 我是要给它食物吃 它怎么会咬我呢 说着 它便拎着食物 朝草丛那里走去 快靠近草丛时 就听到一阵狗发出的 呜呜的威胁声 它寻声望去 只见一只个头并不大的狗 趴在那里 它的后腿正不停地流着血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恶犬呢 原来是一只小狗啊 小家伙 你是不是饿了 想不想吃东西呢 喂 你快离它远一点 可别被它咬到啊 放心吧 没事的 它才多大啊 你还是个小家伙 对不对啊 好了 来 给你好吃的 米兰达将食物 丢在了那只狗的面前 然而 它面对近在眼前的食物 却显得非常警惕 看了一眼食物后 仍用凶狠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米兰达 米兰达打量着这只小狗 腿上的伤还在不停地渗着血 这个小家伙的腿一定是被人给打的 否则它也不会表现得对人类如此敌意 唉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 米兰达看着流着血的它 顿时心生怜悯 于是便决定要将其带到宠物医院 帮它疗伤 它拿着袋子 小心翼翼地朝狗靠近 狗此时显得有些惊慌 它的表情变得更加凶恶 小家伙 你别害怕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你看 你的腿都伤成什么样了 要是不赶快处理的话 搞不好会跛脚的 然而 那只狗根本听不进米兰达的话 它刺着牙凶狠地一边汪汪地叫着 同时也用尽全力朝米兰达扑去 它也趁机急忙用手中的袋子 将狗装了进去 狗被罩在袋子里 疯狂地一边汪汪叫着 一边不停地挣扎 好了 小家伙 不要乱动了 我们去医院给医生看看吧 就这样 米兰达拎起在怠中情绪不安的狗 吃力地来到宠物医院 米兰达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种狗你都敢抓 它这么一只小狗有什么不敢抓的 你不知道吗 这可是比特犬呀 比特犬 那又怎么样 这种狗是一种具有极强杀伤力的凶猛犬种 被誉为斗犬之王 而且它不但肌肉发达 还特别聪明 虽然对待主人十分的忠诚 但那得从它们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喂养才行 这只狗已经长这么大了 你是很难和它建立信任关系的 因为它的警惕性非常高 哎呀 真没想到 这小家伙还这么优秀啊 凯尔 那你赶快帮它治疗一下腿伤吧 你看 还在流血呢 米兰达 你真的要收养这只比特犬 对呀 它需要我的照顾 可是它是只凶猛的恶犬啊 正因为这样我更要收养它了 如果它再这样流浪下去的话 以后很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好吧 不过我得将它先麻醉后才能治疗 否则 它是绝对不会让我靠近的 嗯 好的 就这样 凯尔将这只比特犬麻醉后 为其进行了治疗 医治结束后 米兰达便将它带回了家 凯尔是给它打了多少麻醉气啊 怎么都过了这么久 还没醒过来 哎呀 动了动了 看来它是马上就要醒了 果然 一下子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但当它苏醒过来后 发现了关自己的笼子和米兰达后 立刻快速站了起来 然后警惕且凶狠 死死地盯着米兰达 小家伙 你终于醒了 是不是饿了 你看 我早就帮你准备好吃的了 赶快吃吧 吃饱了你的伤才能好得快啊 那狗此时也已经饿坏了 便来到了石盆旁 立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米兰达见后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在米兰达无为不至的照顾下 这只狗的伤很快便痊愈了 而且也开始慢慢接受它了 半年后 这只作为最凶犬种的比特犬 终于在米兰达的感化下 认可了自己的主人 你快看 这位阿姨可真厉害 竟然养了一只比特犬 可是这种狗凶起来的话 它怎么可能拉得住啊 太危险了 米兰达身边的比特犬 听到了这两位路人的议论后 迅速转身 用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它们 它俩顿时吓得大惊失色 它不会跑过来养我们吧 杰克 干嘛呢 别这样看人家 你吓到人家了 天啊 你看到它的眼神了吗 好凶狠哦 刚才吓死我了 是啊 不过好在 它还算听那阿姨的话 要是它朝我们扑过来 可就糟了 好奇怪哦 那位阿姨 怎么会敢养那种狗呢 可不是嘛 万一有一天这只狗受性大发 那位阿姨可就惨了 在别人眼里 比特犬杰克 就像魔鬼一样凶恶 当然 它看别人的时候 眼神中也带着杀气 但它注视着米兰达时 眼神却温柔地像只小猫 因为米兰达对待它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杰克 你吓到它们了 算了 你乖乖地在这里等我 哪里也不准去 我自己去喂它们 听到没有 米兰达独自朝着河边的野猫们走去 不小心竟然被草地上的石头给绊倒了 它这一下摔得很重 不但脚扭伤了 胳膊也摔脱臼了 哎哟 好痛啊 有没有人啊 快来人帮帮我 杰克听到了米兰达的喊声后 愣了一下 接着它便飞快地朝着米兰达那里跑去 然而被米兰达喊声换来的并不只有杰克 一只鳄鱼也正游上岸 朝它那里爬去 鳄鱼 救命啊 快来人救救我 它一边喊 一边挣扎着要逃走 可是扭伤了脚且胳膊脱臼的它 根本没办法站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杰克大叫了一声 窜到了米兰达和鳄鱼之间 它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主人 然后用毫不畏惧的眼神盯着那只鳄鱼 看开你这只傻狗 你这个丑八怪 也想伤害我的主人 看来我不咬断你的腿 你不知道我的厉害 说着 他张开大嘴 朝杰克发起攻击 杰克见后急忙闪躲 接着 他也毫无据色地朝鳄鱼扑去 就这样 两个便展开了搏动 鳄鱼几次避开杰克的攻击 朝米兰达那里爬去 但都被杰克凶狠的攻势 给挡了回去 不过 杰克也因此受了伤 身上伤痕累累的杰克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但他仍用绝不退缩 保护米兰达的决心 盯着鳄鱼 你这家伙可真是难缠 为了他你这样做值得吗 当然了 因为他是我主人 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走来了两个人 他们一眼看到了 和比特犬对峙的鳄鱼 哎呀 鳄鱼 是鳄鱼 快来人帮帮我啊 哎呀 这不是那个喂流浪猫的阿姨吗 我们快去帮忙啊 于是两人纷纷捡起石头 朝那鳄鱼丢去 鳄鱼被石头吓到后 愤怒地看着杰克 你这个家伙坏了我今天的好事 说着转身急忙爬回到了河里 杰克见鳄鱼游走后 便朝米兰达跑过去 麦克见后 以为杰克要伤害米兰达 你这家伙离他远点 你们别伤害他 他是我的狗 是他帮我挡住了鳄鱼 哇 他这么勇敢哦 竟然敢和鳄鱼打架 比特犬杰克 勇动鳄鱼保护主人的故事 很快便在小镇上传开了 当人们再看到他时 都不认为他是只鳄犬 而是一名勇敢的武士呀